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大块蛋糕出炉 香气四溢 每块蛋糕尺寸都要先量好 确保品质 淡水这间古早味蛋糕 平日就大排长龙 一天可以卖出近千个 来买的有一半都是观光客 看到网上 然后有提到这家 然后就过来了 没想到是 有人排队 然后就过来了 它在韩国很有名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很美味 游客口耳相传 古早味蛋糕 红到韩国 利用相同制作手法 蛋糕先烤过再依序翻面 业者标榜 技术来自台湾传售 不少韩国民众抢着拍照 现场总是大排长龙 从淡水起家的 不止这家古早味蛋糕店 往前走五百多公尺的蛋卷店 同样也是从淡水 红到国外 不少观光客在架上挑选 蛋卷会这么红就是因为这蛋卷 被香港知名作词人 黄伟文在IG上发文 说是他的现任最爱 不少香港人慕名而来 我的朋友每一次来 这一次来的时候 叫我去买这个东西 蛋卷凹开不是中空的 而是填满花生内馅 肉松馅卷进蛋卷 又是一个新口味 业者坚持 饼皮要有一定厚度 咬下去不止酥脆 还很扎实 也是红到港澳的主要原因 我们中港澳的客人 大概就是占了八成 那日韩的客人的话 大概也就是 以一两成的比例在成长 淡水名产纷纷红到国外 台湾美食不止在地客喜欢 也靠脏实好味道 成功打开国际市场 三星网上的车友荣 新美食报道